在2月26号开始连续四个礼拜 那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地区 St. Gabriel, Ontario, Irvine, Torrance 我们举行今年2015年的 劳工法以及税法的讲座 那尤其今年有非常大的一些改变 最大的改变就是劳工法里面 有这个代薪病假的这么一个新的法律 然后当然了在这个活动里面的话 我们也会提到有关于健康保险 尤其是团体健康保险 那怎么样公司怎么样来做expense 那怎么样能够拿到税方面的好处 那当然劳工法的部分 这次我们有EDD 以及我们联邦的劳工局 加州的劳工局的所有的代表 然后甚至于美国白宫的 亚太医社区的负责人 也会代表白宫来跟我们亚裔社区见面 然后带很多新的讯息 跟劳工有关的讯息 那当然了这个活动是针对雇主 以及公司负责人 以及这个HR的 manager 这不是open for everyone 因为中间我们也常常会听到说 有些员工离职了以后 我还来告老板的 可能离职了三四个月之后 突然之间雇主收到了一封信 说他在过去工作的时候受伤了 种种的这些东西 那很多雇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当然今年我们也请了税法的律师 来跟所有的雇主解释一下 万一你不幸被这个国税局盯上了 来不管是查你个人税也好 查你公司税也好 到底该如何的因应 如何的面对 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请了这方面的专家 来讲 那这个当然了很多雇主 在W2跟1099 到底他是我的这个临时雇员 还是我正式员工 在这方面那很多人说你说 我说我认为我是跟他签了这个 这个雇临时雇员的协议 他就应该是雇临时雇员 可是这种case往往到了法院里面以后 这些case往往都是雇主 就是打出这个官司机会比较多 为什么 那我们应该要再怎么样防范于未然 那当然了 花信保险 我们希望办这样子的三面 希望我们能够帮你降保险费 可是降保险费不只是帮你比较多几家公司 帮你降低保险费 而是需要说你知法守法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让你降低你的loss ratio 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永远的赢家